各位上午好 真的在过着像梦一般的日子 我们一开始呢 从来都没有想象过会有八亿人观看本次布道会 一开始我们准备布道会的时候呢 我们预计是一亿人口会观看本次布道会 第二天到了两亿三亿四亿 真的让我们无法相信 现在已经上涨到了八亿 那我就问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会这样吗 那他们说牧师你不信怎么办 那我看到这个记录的这个表格 我才能相信 第一天呢 我讲了马克福音十一章的话语 在结束之后有很多留言上来 我们能看到听了话语之后 最得赦免 并得到痊愈的这样的见证 我们心里特别感谢 其实我们只要把电线连接起来的话 那各位就能够很好的去使用这电了 也可以打开电视 也可以去运转电冰箱或者是空调 什么都可以了 假如说今天 各位无论是谁 跟耶稣的心相合的话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各位的所有的问题 都会由耶稣亲自来解决 撒但欺骗了我们的心 让我们去犯罪 阻隔了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人无论是谁 只要能够解决 阻隔我们与耶稣之间的这堵墙 这个罪的话 那耶稣就会开始在各位心里面做工 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那今天上午我想讲一讲这个部分 那我们来从西班来书十章开始读一下 那从十章一节读到十八节 那找到的话 我们从十章一节开始来读一下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线一样的纪物 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 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 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捷径 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 断不能除罪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凡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我说 神啊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 祭物和礼物 凡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 后又说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 祂是除去再先的 为要列定再后的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祂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凡祭祀天天站着侍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 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从此等候祂 仇敌成了祂的脚凳 因为祂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 因为祂既已说过 主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写在他们的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以后就说 我不再信念 他们的罪签和他们的过分 这些罪过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为罪 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好 读到这里 有一次 我在卫山结束布道会之后 傍晚十点左右出发 要回家 从卫山到首尔 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左右 我想呢 如果到首尔的话 应该是凌晨两点或两点半了 那我想了想 觉得这样的话 会妨碍我睡觉的时间 所以我想 再回去路上呢 我们睡一觉之后再回去吧 所以我们就去了 归尾教会去睡觉 我们宣教会 任何一个教会呢 只要我去了 他们会容忍我去睡觉的 其实一开始呢 我们是打算去大修教会的 可我们说着说着呢 就经过了这大修的收费站 那下一个教会呢 就是归尾教会了 那我给归尾教会的牧师打电话 他接了电话 我说非常抱歉 今天晚上 我们想在那住一宿 如果教会呢 离高斯公路收费站的 远的话就不太方便了 但幸好呢 离得很近 所以我们就到了归尾教会去睡觉 就这样打着呼噜睡觉 大概到了凌晨四点左右的时候 我就醒过来了 我们两个人呢 悄悄地出来 偷偷摸摸地想赶紧出发 那当时呢 这个时间呢 都是 都在睡觉 我穿上衣服之后呢 出门刚打开大门的时候 我吓了一大跳 因为我打开大门 一看呢 前面站着一个人 一看呢 是归尾教会的牧师 他知道我会这么悄悄地逃跑 所以他一直守着 可能他应该不是凌晨一点 就在这站着 但可能很早就出来等着我 他呢 抓住我之后说 牧师 你来给我们讲早岛吧 这意思就是说 叫我呢 去交这个费用 交睡觉的费用 所以我就在那里讲了早岛 真的度过了非常忙碍点的时间 在讲话语的时候呢 发现在后面 在钟表的下面呢 坐着一个女孩 她坐在轮椅上面 那一般这样的年轻的姑娘们呢 一大早呢 很难来教会 但她呢 却坐着轮椅呢 来参加早岛 所以结束之后呢 我就向她走了过去 我就跟这个女学生开玩笑说 喂 别的人都坐在座椅上 为什么只有你个人坐在轮椅上吗 这样很有意思吗 那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可她呢 却非常认真的对我说 她说呢 她是19岁的 崔秀贤 她跟我说什么呢 她说呢 有一天上了学校之后回来 说妈 我大腿呢 没有感觉了 那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没有关系 可是这大腿的感觉 渐渐地消失 到后来呢 连肚子都没有感觉了 可非常遗憾的是 她没有办法小便 也没有办法大便 到了医院 想做检查 想做治疗 所以做了一下 检查 发现呢 这脊椎 上出现了一些炎症 她的这脊椎神经呢 渐渐地 一个一个正在死去 这大便呢 是每三天 她的母亲 给她吃药 然后使劲 摁她的肚子 然后把它挤出来 小便呢 需要由机器 每天进行好几次 硬是把它抽出来 那医生说 就这样之后呢 再过几个月的话 这个女孩就会死 我本来只是想过去的 我看这个女学生 脸也长得漂亮 眼睛也发亮 可她现在才19岁 就遭遇这样的事情 我感到特别的遗憾 然后我就 发现像 她这么 如花似帽的小姑娘 这么快就要死了 我感到特别的遗憾 我在19岁的时候 我靠着耶稣基督的血 最多赦免 重生 虽然我从小就开始上教会 可我总是一个罪人 因为我每天都在犯罪 非常抱歉的是 我过去呢 经常偷东西 那我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呢 去别人家的田里面 然后又到别人家里面 去偷柿子跟苹果 因为当时是经常挨饿的 那个年代 所以我经常去偷别人家的东西 我当时因着这个罪 感到非常的矛盾 我在唱赞美的时候 歌词里面说 像白雪一样 像白雪一样 靠耶稣基督的血 洗净我的罪 过去呢 这只是歌词而已 我看我自己里面呢 因为犯了很多罪 所以我是一个罪人 虽然时间不太充裕 没有办法完全解释 可我在19岁的时候 内心里面特别的矛盾纠结 然后我就开始 慢慢地读起了圣经 每天早上参加早祷 祷告 祈求神 饶恕我的罪 可是我的罪呢 却仍然是不停地变大 有一天 我在神面前祷告 祈求饶恕我的罪 可我心里面 却感觉到 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所以我就慢慢地 开始读起圣经 慢慢地开始读圣经的时候 我发现了非常惊人的一个事实 在圣经里面 我发现了什么呢 我明明偷了东西 撒了谎 是一个罪人 是一个罪人 有很多罪 我想呢 如果我上教会的时间越长呢 我的罪应该越少 然而呢 我的罪却不停地在增长 我非常确信 我只能去地狱 我有很多的罪 可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实是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里面 有一天 说我是一个义人 我是义人吗 我是义人吗 然后我就开始读起了圣经 那我发现了什么呢 耶稣遇到了38年的病人 这个人没有办法行走 他躺在那里 他是从来都没有行走过的人 可耶稣却对这样的人说 起来 拿起你的褥子走吧 这个病人 心里面想 我是一个病人 我是残疾 我没有办法行走 可耶稣却对这个病人说 起来 拿起你的褥子走吧 这个病人心里面 就开始矛盾了 他到底是谁啊 他到底是谁 竟然叫我行走呢 我明明走不了啊 我的腿已经枯干了呀 我也曾经努力尝试 不停挣扎要站起来呀 可做不到啊 可他竟然叫我站起来 这太不像话了 他是不是就是那位耶稣啊 听说他治好了很多病人呢 假如他是耶稣的话 那他就能叫我走啊 那他就能叫我走啊 算是八年的病人呢 就主着地站了起来 非常惊人的是 他发现自己能站起来了 他能行走了 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虽然我无法行走 耶稣叫我行走的话 那这个想法呢 那这个想法呢 就能分成两个 在我想法里面 我呢走不了路 可耶稣却叫我行走 那到底我的话对呢 还是耶稣的话对呢 我撇掉我的想法 接受叫我行走的 耶稣的话也就可以了呀 那各位能回答我一下 耶稣的话对吗 那重要的是 那这是有关罪的问题 我是一个罪人 可假如耶稣说 我是义人的话 那我的想法对呢 还是耶稣的话语对呢 我是一个罪人 今天也是去偷 别人家的地瓜吃 本来不应该吃饭 不应该犯罪的 可我呢却 撒了很多谎 犯了很多罪 所以我就明白了 这38年病人的故事 就是我的故事 我明明无法行走 可耶稣却叫我行走 那我的话对呢 还是耶稣的话对呢 那我是要跟随我的想法呢 还是要跟随耶稣的想法呢 现在虽然不下雨 但是神说下雨 到底要跟随谁的话呢 要跟随神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我撒谎 我偷东西 我跟人吵架 我犯罪 我是一个罪人 我违背了律法 我在神面前犯了罪 可耶稣如果称我是义人的话 如果称我是圣洁的话 那哪一个对呢 我的想法对呢 还是耶稣的话语对呢 各位我读了圣经 非常抱歉的是 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非常惊讶 这圣经实在是太厚了 这页数太多了 这里面一张图画都没有 满满的都是文字 根本就没有空隙 但我要把这个全读完的时候 那我计算了一下 读一页呢 大概需要两分钟的时间 韩语圣经呢 总共加在一起是1800页左右 那1800页一页两分钟的话 总共需要花3600分钟 那我发现在要花3600分钟 那这3600分钟呢 换算成小时的话 应该是60小时 假如说我一天读 十个小时的圣经的话 那六天就能读完一本圣经 那我多次呢 在这六天的时间里面 什么都不做 一天只读十个小时的圣经 然后读完过一整本圣经 那我一边做着我日常需要做的事情 然后也没有办法一块读这个圣经 所以我在结婚前呢 从来都没有这个吃饭 吃两分钟以上的时候 一直在节省时间 那我在厕所坐着的时候呢 我总是背圣经 然后走路的时候呢 也是看着圣经 然后背 背圣经 那洗澡的时候呢 从来没有花过五分钟以上 那我一直节省这个时间 尤其是睡觉的时间呢 我尽可能去节省这个时间 就这样之后呢 我就读了十次圣经 读了二十次 读了三十次 读了四十次 读了五十次 读了六十次 读了七十次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就没办法去确认了 到底读了几次 虽然不知道我读了多少次 但可能读了八十次左右吧 然后将我的心放进 放到了读圣经的这个里面 非常惊人的是 从那时候开始 神就做工在我的身上 那这个叫崔首贤的学生呢 他刚刚十九岁 如花四毛 可他呢 却要死了 医生们说 他只能躺在病床上 然后就只能试死 像现在 医学这么发达的年代 怎么就连一个脊椎的炎症都治不好呢 他们说 这个不可能 那我就 拿来了一张椅子 坐在了 这个学生的面前 我说 首先你仔细听我的话 这个电呢 是通过 这电线呢 是通过 这电呢 是通过电线流淌的 只要有电提供的话 那里面 无论是 什么样的电器都能使用 这电呢 假如没有电线的话 是进不去的 这水呢 是通过水管流的 不是通过水桶流的 那耶稣 如何才能进到你里面呢 有很多的人说 主啊 请临到我身上吧 请进到我心里吧 可并不是说这样 主就能进到我们里面 主就是想进到我们里面也是 也没有办法进来 如何才能进来呢 各位主 主为了能进到我们心里 那主的心 跟我们的心 成为一个的时候 从那时候开始 主就能进到我们里面了 首先你仔细听我的话 但现在 得了 脊椎炎 快要死了 然而 如果你的心 跟耶稣的心 成为一个的话 那你想一想 我跟你的心 是一个的话 那我们的心 就会流淌是吧 你的心 就能进到我里面是吧 我的心 也能到你的里面是吧 假如你跟耶稣的心 成为一个的话 那我就能接受耶稣的心了 所以耶稣如果在你的心里的话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 这个脊椎炎 就不再是你的问题了 而是耶稣的问题了 那这个什么都不是 我从很久以前开始 给许多的人 讲述耶稣在我们心里 做工的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的心 都不是一样的 所以 这并不困难 只要跟耶稣 成为一心 那因为耶稣的心 跟各位的心是一个 假如我们说 主耶稣 请临到我心里来吧 然后就关闭我们的心的话 那这个心呢 不管再怎么找 再怎么看也是 里面是没有耶稣在的 可当耶稣对着病人说 起来拿起你的褥子 走吧的时候 这个人说 我要接受这个话语 我要行走 那看他心里面的话 就有想行走的耶稣的心 只是茫然的说 主要我信 我相信你 你临到我里面吧 这样不是说就可以了 夫妻之间吵架 不是说老婆 我们不要再吵了 不要再吵了 这样就可以了 需要对话 心与心需要流淌 当 妻子 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能理解 我做错什么的时候 妻子能理解我 就这样 心与心 相流淌的时候 成为一个的时候 就会相流淌 但并不是说 不要吵了就可以了 那我认识一对夫妻 他们婚姻失败 那他跟一个日本男人结婚 结了婚之后 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面 这个女人感到特别的幸福 自己的这个丈夫 日本人呢 为他做所有的一切 哇 真的 韩国男人跟日本男人 没法比啊 这个女人总是说 我家丈夫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真的在六个月里面 她好像成了树林里面的公主 一样特别的幸福 可是过了六个月之后 这个女人感觉到什么呢 发现这个丈夫呢 只是习惯上 特别的有教养 用这种习惯来对待她而已 不是用心来对待她 虽然做所有的事情 做的都特别完美 可她却完全不了解这个男人的心 虽然她表面上做的特别特别好 她会为他牺牲所有的一切 然而心却不一样 过了六个月之后 她想得到丈夫的心 老公 你讲一讲 这心里话吧 心里话是什么呀 我就这么说不就行了吗 阿姨这不是你心里话呀 这不是用心做的呀 这个女人快要疯掉了 这个男人跟过去一样 做的都很好 然而这不是他的心 老公我们的心才是重要的 求你了 讲一讲你心里面的话吧 哎呀 求你了 就讲讲这心里话吧 她快要疯掉了 这丈夫说 什么心里话呀 有什么好说的呀 过去呢 她感到特别的幸福 特别的高兴 然而她 看不到这男人的心 这丈夫做的特别特别好 可一句心里话都不讲 也不知道她心里面装着什么 是间谍 还是怪物 还是恶魔 哎呀老公 你讲着你心里话吧 不行 不行 那后面的这个故事呢 就不要再说了 各位 神跟我们的心 合一 成为一个的话 那我跟 我跟我的妻子 吵架 那牧师呢 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非常自由 但是夫妻之间 吵架的事情就不自由了 那我们 我也不能说我们夫妻 每天都吵架不是吗 那我们 夫妻呢 一般是半晚12点半开始吵架 说 老婆 老婆 小点声 小点声 安静点 安静点 你也安静点 可有的时候就特别的生气 然后 就特别兴奋 有的时候呢 我家妻子呢 就一直在 说着话 然后我说 是啊 原来 这个我不理解 有的时候 这心就会流淌 那因为他心里面 有很多的石子 有的时候呢 他里面 积着很多的雨水 所以不怎么听我的话 各位当跟妻子心与心流淌的时候 那里面就会有平安 那如果 要跟 妻子的心流淌的话 要好好听丈夫的话 那我说实话呢 我是以男人为中心的一个人 那我们教会呢 总是说 我总是站在男人这一边说话 我看有一些国家呢 是以女人为中心 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那我白说这些没用的话了 让各位误会了 就不提这些了 那各位 这个心要流淌 那 这个病人呢 遇到了耶稣 这三十八年的病人 没有办法行走 连动弹都动弹不了 可耶稣却对他说 叫他行走 明明我行走不了 我试过了 不行 这太不像话了 可我的想法对呢 还是耶稣的话语对呢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要跟耶稣的心 成为一个的话 虽然这不像话 可是耶稣的话 也是对的 我是错的 那只要他站起来 开始行走的话 那这个人行走的是 不是用自己的心 行走的 是耶稣的心 通过这嘴唇 说出来 然后又进到 我的耳朵里面 然后叫我行走 所以这行走的 不是我的心 而是耶稣的心 那这个时候 耶稣的心就进到 我里面 耶稣的心进到 我里面之后 就除掉了 让我无法行走的 所有疾病 然后就让我能够行走 阿们 阿们 不是说 哎呀主啊 我是一个罪人 求你饶恕我吧 不是这样的 而是准确的有 耶稣的心 进到我里面的时候 那各位 如果我要行走的话 知道该怎么办吗 当38年的病人 听到耶稣说 叫他行走的时候 他要行走的话 那耶稣的话 就要进到我里面 我要把那些无法行走的心 全部都给砸掉 然后能行走的这个心 要满满地占据在我的心里 如果能这样做到的话 那我的心 跟耶稣的心 就会成为一个 那我心里面 就会产生 我能走的这样的心 那各位想一想 那当耶稣的话 已经到我里面 他认为自己能够行走 然后开始行走的话 那这个人就能开始行走了 我读了圣经 虽然不是说 无法行走 但是也有着很多的疾病 在我的身上 那同样 我也对这个女学生 说了这样的话 虽然会耗费一点时间 那我虽然没有太多时间 我得赶紧回首尔 可我却不能 放着这个女孩不管 所以我说 首先你仔细听我的话 你的想法 跟耶稣的想法不一样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就像天高过地一样 我的想法要高过你们的想法 对神的想法 神的意念 跟我们的意念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各位的生活 跟耶稣的话语不同呢 是因为心不同 所以生活也不同 假如各位的心 跟耶稣 神的心成为一个的话 那各位的生活 就能跟神变得一样 那彼得上圣殿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贪作的人 彼得在几天前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否认了耶稣 那耶稣被抓 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三天之后 耶稣就复活了 然后他进到了 门徒们在的房间里面 那如果是像过去的话 彼得肯定会让别的 门徒们老实点 自己上前 去不停地 去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可这一次呢 在耶稣面前 却没有自信了 为什么 因为他 否认耶稣三次 因为他感到特别惭愧 觉得这是罪 所以就不敢走到耶稣面前 如果是像平时的话 彼得肯定会第一个 跑上前去 然后呢 问这个 问那个 说这个 说那个 可这一次彼得 却没有办法上前 走到耶稣面前 等到耶稣离开之后 彼得心里面 来临了很多的罪恶感 我怎么敢说 我是耶稣的门徒呢 我不认耶稣三次啊 我在过去三年以来 一直说 我跟随耶稣 一直在说着 可我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我不是门徒 我怎么敢说 我是门徒呢 我怎么是使徒呢 我不是 我只不过是愚妇而已 彼得说了 说 这虫子呢 就吃这个叶子生活就可以了 我只是愚妇而已 干脆去抓鱼算了 所以 看到耶稣的复活之后 本应该是要见证 耶稣的复活 而现在呢 他实在是做不了 耶稣的工作了 我这个不认耶稣三次的人 怎么能算是耶稣的门徒呢 不是 我太不了解我自己了 从一开始 我假如不跟随耶稣的话 也没有必要不认耶稣三次了 他心里面感到特别痛苦 我不是耶稣的门徒 我干脆去打鱼算了 重新又回到加利利海边打鱼 可他什么都没有抓到 清晨 耶稣来找到了他们 问他们抓到鱼了吗 没有抓到 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他们撒了网之后 抓到很多 那彼得上岸的发现 耶稣呢 在岸边的生活 为他们准备了烤鱼 然后跟耶稣坐在一起吃饭 吃完饭之后 耶稣就问彼得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一看自己的心 发现自己心里面 有爱主的心 有爱耶稣的心 怎么看都有这个心 可我当时为什么不认耶稣呢 那是因为我怕死 所以我在撒谎 不是在我心里面 不认耶稣的 在离耶稣很远的时候 在耶稣外面的时候呢 他心里面满满的都是 这个不认耶稣的罪 可耶稣来找到他之后呢 叫彼得能够发现 原来他心里面 有爱耶稣的心了 所以耶稣就问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说是的 那主知道 我爱你 刚刚呢 还只是想着那些黑暗的 不认主的这些 然而各位非常神奇的是 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着 为我们背定十字架的这位耶稣 爱这位耶稣的这个心 那同时我们有情欲 我们也会撒谎 也会犯罪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心里面没有爱主的心 可因为彼得的心完全就在关注着不认耶稣的这个心上 所以就想呢 我不行 我不认了耶稣 我不是门徒 可耶稣遇到彼得之后 不是在跟他讲 卖掉耶稣的这个事情 而是问他 你爱我吗 在一听到这话的时候 他就明白了 原来我心里也有爱主的心呢 所以就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我吗 我来喂养你的小羊吗 我吗 说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第二次发现了 真的 他心里面有爱主的心 对 主我爱你 你喂养我的小羊 重要的是 到现在为止 这彼得 一个人 待着的时候呢 他心里面心里想呢 我不认耶稣 我是一个恶人 我不配做耶稣的门徒 然而这不是在撒谎 而是耶稣呢 重新兴起了 他心里面爱主的心 就这样之后呢 他爱耶稣的心 就越来越大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能喂养 耶稣的小羊啊 那我不认耶稣三次 这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不是用你的心做的 而是你撒谎的 不是吗 这只是谎言而已 这个谎言在十字架上 不是洗净了吗 啊 对啊 为什么我要撇弃耶稣 要去抓鱼呢 在同样的位置上 往这个方向去想的时候 他认为 他不可能再当耶稣的门徒了 可耶稣呢 在他心里面放入了 爱耶稣的心 明确的是 在他心里面 无法抹掉爱耶稣的心 那在各位的心里 像这彼得一样 同样 各位也有呢 离弃耶稣犯罪的时候 是吗 是吗 没有犯过罪的人 举下手 你没有犯过罪吗 你没有犯过罪吗 举下手 对各位 没有一个人 不犯罪 各位没有资格 当耶稣的门徒 可是耶稣来找到了彼得 说 西门呢 我背定十字架不是吗 我赦免了你的罪 你是圣洁的 你是义人 你没有罪了 你的罪嫁 已经都有我来付清了 彼得呢 成了爱耶稣的一个人 彼得本来想 撇弃耶稣到加利利海边 打鱼 他都来打鱼了 那现在呢 只能看到我犯罪的这个事实 看不到别的了 所以我只能说 我是一个罪人 说我 我有很多罪 我是罪人 我撒谎了 我偷盗了 我有很多罪 我是一个罪人 可耶稣来了之后 对耶稣说 我不是背定十字架吗 你看我这背定的这痕迹 你看我这腰 这个痕迹 这就是父亲 罪的代价的证据 我背定十字架 假如你的罪还剩下的话 那我何必要背定十字架呢 那有枪呢 穿透了我的腰 可假如你的罪还剩下的话 那我疯了吗 要背定十字架呢 我背定十字架的理由呢 是想通过我的背定 通过我被鞭打 真的因着我的腰被枪插 是为了洗净你的罪 而且你的罪已经被洗净了 假如靠耶稣基督的血 无法洗净我的罪的话 那这意味着十字架是失败的 可是非常不幸的是 当今有很多基督教领袖 把圣徒们全部都当作了罪人 你不是犯了罪吗 你不是撒谎了吗 可你是一个罪人 所以很多人都成了罪人 他们只信自己犯的罪 却不信这十字架 所以教会就会变得黑暗 那彼得确实是不认了耶稣 但不管他犯了什么样的罪 十字架 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 我们再也不是一个罪人 我们剩下了 圣经在这样告诉我们 耶稣 是为我们的过犯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 阿门 阿门 那各位 我们说我们是罪人的理由是 是因为我们犯了罪 所以才说我们是一个罪人 那这个故事呢 跟三十八年的病人的故事 是非常般配的 三十八年的病人是一个病人 他从来都没有行走过 而且他没有办法行走 他没有办法行走 可耶稣说 你能走 起来走吧 不行我走不了 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 这是耶稣的话语 他要选择哪一个呢 我的话对呢 还是耶稣的话对呢 我犯了罪 我确实是一个罪人 可耶稣说 是一人 那就是一人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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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相信耶稣 那我就问那些 自己说自己是罪人的人 耶稣没有洗你的罪吗 那你说耶稣为我的罪 被钉十字架 那你为什么还唱赞美呢 说靠他的血 我就罪得赦免了 那你何必要唱这赞美呢 快乐日快乐日快乐日 救助悉今 我终嘴你 那这翻译翻译的特别好是吧 什么都会做是吧 再来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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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圣经里面说 所以圣经里面说 我的罪已经赦免了 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罪人 那圣经是对的呢 还是我对呢 我读了圣经 明明我撒了谎 偷盗 犯了罪 是一个恶人 可耶稣却说 我是一个义人 为什么 耶稣难道不知道 我偷盗吗 不知道我撒了谎 所以才说我是义人吗 不是的 他都知道 你偷盗了 但是 你被洗净了 看哥伦多前书六章十一节的话 这里有一个非常美妙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从十节开始来看一下 偷窃的 贪婪的 醉酒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那我们再来看十一节的话 你们中间 也有人 从前是这样 这意味着前面 放过向前面这样的罪 你们中间也有人 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 你们奉 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 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 称义了 那这里呢 英语也是 汉语也是 说你们犯了这样的罪 但是 说但 你呢 被洗净了 你犯了罪 但是 你是圣洁的 你犯了罪 但是 你是 义人 这里说 但是呢 是 要把前面的内容 完全颠倒颠覆的意思 天气冷 但 我不冷 因为我穿了 很好的衣服 能明白吗 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犯了罪 可是 但 我们是 义人 我们是 圣洁的 我们现在读了 希伯来书 十章的话语 希伯来书十章 在告诉着我们 我们是如何称义 如何成圣呢 希伯来书十章 一节里面说 律法既是将来 美事的瘾 不是本物的真相 那这里说什么呢 说律法是将来 美事的瘾 也就是说 律法是为了 解释今后 耶稣基督来到 这世上 要做的事情 所以才被造出来 那看律法里面 会出现安息 是吗 那在十章命当中 安息是 第几条诫命 第四条是吧 你们要守安息日 守为圣日 那 你做你的事情 做六天 第七日呢 是 耶稣华的圣日 你不能做任何事情 不管是你的男仆 还是女仆 即便是 留宿在你家里的客人 也不可以做事 这是有关 安息日的法 那仔细来听一下 安息日呢 不是说星期天是安息日 安息日呢 是星期五 非常抱歉 应该是星期六 当时以色列的日历呢 是晚上太阳落山了 就是新的一天 星期五晚上太阳落山的话 那就会开始 星期六的安息日 一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一直到星期六晚上 太阳落山为止 那在这里有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有一个仆人 那他背着很重的担子 哎呀真重啊 哎呀真重啊 这东西 什么时候才能搬完呢 可到了星期五晚上 这太阳 快要落山了 啊这太阳快要落山了呀 赶紧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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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吧 啊释放了 能明白吗 星期五晚上 只要太阳落山的话 那就会到安息日 无论是任何一个仆人 无论是任何一个人 都会撇掉所有的担子 啊安息日了 这是安息日啊 假如星期五 太阳还没落山的 就把这担子给扔掉的话 主人就会用鞭子来鞭打他 说你这臭家伙敢扔担子 你给我重新背起来 这就是时间命里面 所说的 这个安息日 不要做任何事情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那他们只要到了周五晚上 太阳一落山 到了星期六的话 那他们就什么都不做了 要放下所有的担子 那在安息日里面 说什么呢 说你们很辛苦是吧 来我这里 我会让你们放下这担子 安息日是叫我们能够放下 这罪的担子的意思 安息日 说什么 说你来我这里吧 我是你的安息是吧 只要到了安息日的话 无论是谁都能够休息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到底是谁在说这个话呢 是耶稣在说这话 耶稣说 烦劳苦担 重担的人呢 都到我这里来 我使你们得安息 是吗 这个安息日呢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这律法呢 是将来美式的影 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只要到了安息日的话 无论是任何罪的担子 都能得到安息 这意味着我们只要到了耶稣面前的话 任何一个罪都能放下来 都能享受安息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说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阿们 阿们 那耶稣为了叫我们得安息 所以耶稣代替我们 背负了所有罪的担子 已经使我们安息了 自由了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位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再也不是一个罪人了 为什么 因为耶稣为了我们的罪 背定十字架 赦免了所有的罪 假如说耶稣背定十字架 没能赦免我们所有罪的话 那耶稣的十字架 只能是说是失败的 那这圣经里面说 西伯来书十章里面说什么呢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这意味着什么呢 说这律法的一切呢 律法呢是宰羊 献赎罪祭 然后又在逾越节里面献祭 宰羊之后呢 将这个血呢 涂抹在门框上的话 这家里面的人 没有人会死 那这里的羔羊 意味着耶稣 看哪 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 所以西伯来书十章里面告诉我们 在修约圣经里面 我们宰羊献祭的是 意味着耶稣基督要成为高羊来拯救我们 在安息着我们休息的意思是 耶稣进到我们里面之后 代替了我们所有的罪 我们就可以享受真正的安息 就预保预表着这个 那我们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一点 耶稣是今后要死呢 还是已经死了呢 对已经死了 过去的人呢 他们是相信基督会来 而且会被钉十字架而死 然后得到了赦免 可现在呢 耶稣基督已经死了 已经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阿们 希伯来书在讲述的就是这个部分 希伯来书十章十节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在十章八节里面说 以上说 祭物和礼物 凡戒和赎罪祭 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这都是按照律法线的 旧约里面 献羊献牛的祭祀呢 也能赎罪 但不能完美的 赎罪 只能赎当时的罪 所以每当犯罪的时候 就要献一次祭 总是要不停地献祭 所以神说呢 说不愿意 献羊献牛这种 祭祀 因为这是按照律法线的 所以这里说 凡戒和赎罪祭的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那七节里面说 七节里面说 那是我说 神呢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 已经记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宰羊宰牛献祭呢 不能完美地洗净我们的罪 没有办法永远地洗净我们的罪 那这里说 在经卷上已经记载的意思是 在旧约圣经里面 已经记载了 我们这位耶稣 尤其是以赛亚 是在耶稣 书生前 几百年 那个时候 生活的人 然而他却仔细地 记载了这位耶稣 那按照以赛亚 所记载的一样 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 而来的 是为了死而来的 所以就像这经卷上 所记载的一样 不仅仅耶稣 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同时也是为了解决 我们的罪而来的 神的旨意呢 就是叫耶稣基督 被钉十字架而死 不是说 耶稣基督 无法洗尽我们的罪 神的旨意呢 是被钉十字架之后 完美地洗尽我们的罪 凭着旨意呢 耶稣基督 就来到这个世上 被我们的罪而死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 已经洗尽了我们 所有的罪 八节 以上说 祭物和礼物 凡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这都是按着律法线的 九节 后又说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 为要立定在后的 再先的是意味着 宰羊宰牛的祭祀 再后的是意味着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意思 那再来看一下十节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那我们虽然在相信 我们的想法 但各位 要相信神的话语 这对吗 在我们的想法里面 认为我们犯了罪 所以我是一个罪人 这是我们的想法 可神的话语呢 因为 耶稣基督凭着旨意呢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我们就得以成圣了 那我过去也总是说 我是一个罪人 我说我是一个罪人 我的确也是一个罪人 然而圣经里面却说 说得以成圣了 说我成为义人了 说我没有罪了 那各位 神说靠耶稣基督的血 已经洗尽我们的罪 当今在韩国的很多基督教领袖 他们说虽然耶稣基督被定十字架而死 却说我们是一个罪人 各位要相信圣经话语呢 还是要相信基督教领袖的话呢 各位我们要回归到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已经洗尽了 靠他的血我们已经成为义人了 圣经在告诉我们 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旨意 最先让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了 各位圣经说圣洁的话 那我们就是圣洁的 圣经里面说已经洗尽我们的罪的话 那我们就是洗尽了 圣经里面说圣洁的话 那就是圣洁了 不要相信我们的想法 而是相信圣经话语吧 一直到十九岁为止 我一直说我是一个罪人 我犯了很多的罪 也撒了很多谎 偷了很多东西 那我只能肯定是去地狱 可是我在圣经里面 发现了非常惊人的事实 我说我是一个罪人 因为我犯了罪 可耶稣知道我犯了罪 那他知道我是一个恶人 可非常惊人的是 他称我是一个义人 他称我是圣洁的 我为了相信耶稣的话语 将我所有的想法 全部都撇切了 阿们 阿们 现在有很多的教会 他们说 耶稣虽然被钉十字架而死 可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 这意味着十字架是失败的 那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错误 十节 我们凭这旨意 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十一节 凡祭祀天天站着侍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只能除掉 那来看一下十二节 但基督 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阿们 说永远 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坐在神的右边 十三节 从此等候他仇敌 成了他的脚凳 耶稣的仇敌是谁啊 他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 可是却说不对 我们是一个罪人 这只能意味着十字架是失败的 他就是耶稣的仇敌 只等到这个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为止呢 耶稣在等待着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读十四节的话语 这十四节呢 会毁掉各位心里面所有的想法 然后在我们心里面打造一个新的想法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我看我们不太完全是吗 有的时候感觉有一些瑕疵 感觉会有一些罪 可是 圣经话语里面说 已经永远完全了 所以我呢 我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呢 我确信呢 我是一个罪人 因为我撒了太多的谎 做了太多的坏事 然而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决定撇弃我的想法 开始相信神的话语 我是一个义人 永远的 永远的圣洁 永远的完全 十五节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 十六节 主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里面 我的律法 是耶稣的律法 耶稣的心 耶稣的想法 写在我们身上 我们心上 然后 说我是一个义人 十七节 以后就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 和他们的过反 十八节 这些罪过 既赦免 就不用再为罪 献祭了 我对崔首贤这个学生说了 首先呢 你得了脊椎炎 可假如耶稣在你里面做工的话 这什么都不是 首先不要相信你的想法 相信神的话语吧 假如耶稣的心和你的心成为一个的话 那耶稣就会临到你的心里 这病一点都不成问题 我这样告诉他 然后在守贤的头上按手为他祷告 首先 开始走路吧 然后在神面前过蒙福的生活吧 然后就送走了 首先 我那天呢 就坐车呢 回到首尔 过了三个月之后 来了一个电话 是在一个黄色的信封里面 信纸上 写了很小的 用很小的字 给我写了一封信 说 朴宇宙牧师你好 我是龟伟的 崔首贤学生 您记得我吗 那 我真的非常感谢 上一次朴宇宙牧师 给我讲的那个话语 去年 您结束卫山布道会之后 来到龟伟 给我们讲了早早话语 又给我按手祷告了 不是吗 我到现在为止 也无法忘记 牧师告诉我 我肯定能 走路的那句话 医院告诉我 一辈子都走不了路了 朴宇宙牧师 只是将心里面的信心 传递给我而已 可现在 我不需要 把这什么东西 就能走路了 而且也能这样 写字了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只是 特别想走 狗要走的时候 总是倒下来 可我当时 只是接受了 朴宇宙牧师您说的话语 而且我祷告 并相信 那我在被判为脊椎炎之后 又到我能走路的这段时间为止 我们家庭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化 那神让我在神这一边能够定下心来 我的心也在灵里面得到稍微的成长 那现在我在吃着这多别耳 那本来呢 别人掐我 别人打我 我都没有感觉 但这个感觉呢 终于恢复了 那我也能感觉到 我想大小变了 这力量也变得很大了 然后 我能够抬起我的膝盖了 感到特别的神奇 我特别想让朴宇宙牧师看看我走路的样子 然后接下来 过了一个月左右之后 首先呢 来找到了我们的办公室 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 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感谢 我抓着首贤的手 带他呢 在办公室里面转了一圈 那过了一段岁月 他最近的总是告诉我呢 让我给他找一个新郎 的确已经到了要结婚的年纪了 那现在他变得特别的健康 这是他到全世界去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这个小姑娘 19岁的时候快要死了 可我什么都没有做 他呢 只是将耶稣的心 接收到他心里面来 各位心里面 有着很多的想法 也有着很多的故事 这些想法呢 跟耶稣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希望各位心里面能撇弃自己的想法 让耶稣的话语能够占据在各位的心里 撇弃所有的想法 希望请各位相信耶稣的话语 请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 请相信我们是完全的 耶稣称我们是义人 称我们是圣洁的 那我也是这样 在19岁的时候 我犯了很多的罪 我是一个罪人 可耶稣说 我是义人 就是义人 我这样相信 从那时候开始 耶稣就进到我里面来 开始引导着我 我能看到 有很多快要死去的人 活过来了 假如耶稣在各位心里面的话 那就不再是各位活着 而是耶稣在各位心里面活着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耶稣会解决这个事情 然后就能过上明亮的生活 那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说我们是一个义人 那各位总是跟耶稣争吵 说不对 我是一个罪人 我犯了很多的罪 我偷了很多东西 我是一个罪人 那耶稣听了之后就笑了 我知道 可这个罪架已经在十字架上 已经付清了 所以相信了这位主 接受了主说我是义人的这句话 我的心跟耶稣的心成为一个 从那时候开始 我所说的话就成了耶稣所说的话 我没有办法去治好那些伤病的人 我没有办法帮助催手仙姊妹 然而耶稣却爱了这个姊妹 有一天晚上 我到了归尾教会 睡觉之后早上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 首先 他的愿望就是想到朴牧师面前 得到他的祷告 然而从归尾没有办法来到首尔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小便好几次 因为他需要用机器来抽这个小便 所以他没有办法上到首尔 所以他的家人就祷告了 神的您让朴鱼珠牧师来一趟归尾吧 那天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归尾 本来想在大丘睡一觉 可说着说着呢 就经过了这收费站 下一个收费站就是归尾 然后睡觉 然后遇到了首贤 现在成了非常宝贵的神的女儿 在第二年 在IYF马拉松大赛里面 这个学生在八百个人当中 拿了第三百名 这里看不到首贤呢 看不见是吗 这个咬着牙跑步的 这个穿黑色T恤的是首贤 原来他是首贤呢 在八百个人当中 他拿了第三百名 一直以来呢 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可他靠着耶稣全部战胜了 神与首贤同在 各位今天早上我想问一下各位 各位无论带着什么的想法都撇气 不管符不符合各位的心 各位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接受耶稣的话语呢 耶稣说各位是圣洁的 因为用牛羊无法洗净 所以耶稣亲自来洗净了我们的罪 不要光相信这一点 而是相信耶稣的话语吧 只要这耶稣的话语在各位心里的话 那耶稣会主感各位的人生 相信会成为非常蒙福 非常美丽的人生 我们自己祷告 圣洁的父神 我们向主献上感谢 我们曾经是肮脏的罪人 可话语说我们是一个义人 说我们是圣洁的 我们相信这个话语 因为这是主的话语 已经是我们成圣了 我们相信主会在我们里面做工 愿我们所有人的心 都由耶稣来成为主人 那有许多的人 愿他们能够摆脱罪恶 从罪恶当中得到释放 得到自由 我们向主献上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各位非常感谢